国新幸福家园发展协会寒冬送暖 关怀弱势发送爱心物资的活动 31号是在国新里借林公园举办 一共有53户清寒家庭受证生活物资 而这次协会也找来专业理法师来进行译检 免费的为弱势家庭的家人修剪头发 让他们能够欢喜迎新年 国新幸福家园发展协会 寒冬送暖的活动已经迈入了第六年 31号是在国新里的借林公园进行 一共53户清寒家庭受证生活物资 理事长吴慧君表示 三星人士不受疫情的影响 在农历年前持续不断的捐献生活物资 让受帮助的弱势清寒家庭是满满的感动 我们在过年前戏举办寒冬送暖又暖心 持续把爱延续下去的爱心活动 这一次捐助的对象是我们中低州收入户 以及边缘户一共有53户 希望他们在过年前能够欢喜的迎接新年 今天也非常感谢花莲县法议协会来这里做议检 这一次协会也找来了专业的理法师进行议检 免费的为弱势家庭的家人来修剪头发 国心幸福家园发展协会希望每年能够结合社会爱心 人士能够带给弱势家庭一些关怀和温暖 也让他们能够欢喜迎新年 花莲县国心幸福家园发展协会 记住各位新年快乐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